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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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篇第十二节 所以神不忍心寻求他心意的人会犯错 因此神很爱我们 当我们寻求神的话 只要我们有一个慎重的态度 就是用一个真诚的心去寻求祂的旨意 祂一定会指引我们走对的路 好 那我们现在又讲一下第二方面 那为什么慎重的人生那么重要呢? 第一 如果我们不够慎重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按照自己天然的人的罪性 的方式来思想 言语 行动 做决定 当然就走错路了 所以在针言里面 有一次圣经这样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的 但是最后是一条死路 求神保祂我们不要走错这条路 在以赛耶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 就讲到 我们众人都会偏行几路 行自己所喜欢行的路 但是这是不讨神喜欢的 千万不要偏行几路 不要放纵 不要走自己路 好 那所以第二方面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慎重的人生呢? 好 叫我们走错一条路 我们能够蒙神的祝福 在圣经里面 也都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 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十九节和三十节 都告诉我们 他说 我不会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审判的 我会照着神的意思 我看到神做什么呢? 我才做什么呢? 如果连耶稣基督都是这样 这么审慎的 你都是去用祂规划祂的时间 是神感动祂的 或者是圣灵带领祂的 祂才去做的话 何况你和我呢? 当然要用这个慎重的态度 去走神的路 好了 第三方面 我们现在说一下 那怎么做呢? 这个图画最简单 告诉你怎么做 或者这个图画更加清楚 因为这个图画 有一个球门在这里 一个人是踢球 人生就好像在一个球场上 那球就在你的脚前 你喜欢怎么踢 乱踢都可以 但是这个就往往代表了一个 不慎重的人生 就是说 我们放纵 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都不去寻求神的 结果就是失败 只有个亡子在这里走来走去 真的走到脚都抽了根 但是一事无成 你都进不了球的 所以我们要有第二方面 就是我们信从这个教练所定的 全盘打球的战术和战略 因此我们都要信从圣灵的带领 神安排了一个旨意之后 圣灵就会到时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做 如何走位 右翼 左边 或者我们回到后防 那里保位等等 我们都要每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那里 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跟从祂 因此我们要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让我们感动 当我们心中不平安的时候 不要去做那些事 当我们心里平安的时候 或者越做越起劲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 第三方面 打球最重要的是 入球 入球 入了一两个球 多过对方的时候 我们就要赢球了 所以如何由后场 盘着带着球 到最后射入龙门那里 这个才是最关键性的 我们在实际的人生里面 这个慎重的人生 就是说 我们由一盘算 由现在我们的光景 如何去到神预备我们的标杆人生呢 虽然经过很长的过程 或者很多不同的一站一站的道路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参加别人的榜 或者借敬别人的优点 甚至以别人的错误做为一个尴尬 就像大卫那样 他就有个好心 当他得了国度之后 他就很想把神的约柜搬到大卫城那里 但是因为之前 是菲利士人用的方法 用牛车来拖着这个约柜 他后来 他和那些祭司 想把这个约柜运到大卫城的时候 又没有很慎重的来考虑 于是就照着别人的方法做 但是这个是熟世的方法 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 是说这个约柜是要抬的 是祭司用肩膀来担住的 他没有留意到 结果搞到 虽然他有一个很大的庆典 要预备把这个约柜抬上去 运去他的大卫城那里 但是结果就有一个祭司 因为这个牛室前提 那个车打车了 基本约柜是跌到地上的时候 有个祭司伸手出来 也是很容易的 但是他没有这个慎重 考虑到神的指望 人不可以触祸这个约柜 结果这个祭司就被捉杀了 所以大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留意到的就是说 不慎重的有一个不好的结果 在人生里面 我们最要紧要 去迎求的时候 就向着这个所谓标杆直跑 这样的时候 我们需要参考人家的意见 以及人家的智慧 给我们的辅导 最后当然不要违反圣经原则 然后尋求神给我们的带领 好了 我们讲到这里 总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慎重的人生 其实是决定到我们将来 是否见主面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决定了我们是否一生道路里面 在神面前走这条路是对的 还有保守我们 是做到一个人生的对的决定 当然由每一个细节开始 我们做买卖一些东西 买屋 买一间屋 买车 或者买一些重大的东西 在上面 甚至我们的婚姻 或者我们的事业发展 这些重要的决定上面 我们都要尋求神 和你其他属灵的同伴一起去祷告 还有啊 千万不要忘记 找我们的配偶 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一定跟他们一起同心祷告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不要忘记有家庭祭坛 好叫我们一起蒙福 哪里有祭坛 就有神的纪念 好 我们下周再会 神祝福你 主耶稣 亲爱的天父 你就带领我们 成为一个很慎重去做事的人 圣灵引动我们 奉耶稣命 阿们